大陆把一男网再次更新,昨天郑爽被拍到欢欢喜喜去找胡彦斌,又梳头发又喷香水,两个人开开心心进小区,结果瞬间就被胡彦斌微博打脸,称自己是最后一次见面,网友纷纷在评论里心疼小爽。 更有人说胡彦斌是渣男,一点都不体面,然而今天上妹子就被拍到已有心慌啊,两个人一起撑伞小情侣的搂搂抱抱,随后神秘男子还贡献一出亲头沙,这可比昨天胡彦斌那干蚊子似的木头沙甜蜜多了好吧,两个人最后相拥进酒店。 根据视频可以看出,这名神秘男子就是这就是铁角的赛事总监张衡,两个人之前还在节目上同框过,这波操作巴基也是真的看不懂了,只能说心疼昨天被骂的冰冰吧,希望他能吃完牛肉面。 感谢观看